大家好,我是文维 最近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 银行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一些新闻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6月20号的消息 辽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获批吸收合并 辽宁新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等36家农村中小银行机构 吸收合并将在6个月内完成 大家看到了 吸收合并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中小银行已经扛住了 就是叫濒临破产 然后没办法 然后就把他们吸收合并了 然后这里面讲 由于此前没有发生过省级农商银行 吸收合并省内30余家金融机构的案例 那么辽宁农商银行本次大吃小 也创下了新记录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地方也发生了 大家有点耐心 我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情况 然后咱们再做分析 根据证券时报的报道 据监管部门21号的批复 鉴于厄尔多斯银行收购 郑兰其惠泽村镇银行 郑兰其惠泽村镇银行因此解散 后者全部业务财产责权责责物 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 由厄尔多斯银行依法成绩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民生银行6月14号公告称 中国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通过 通话监管分局同意 批复同意其收购 梅河口民生春镇银行 并设立中国民生银行 梅河口支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合并收购 对吧 这样还有一些银行 就是解散 解散以后 相关业务也被其他的银行接管 然后这还不算完 然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20号批复成 同意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吸收 合并惠州中凯东营村镇银行和东莞大朗东营村镇银行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说这么多 可能很多人有些觉得很厌烦这样的状态 反正就是你看看这个情况 总结讲就是7天时间 货批吸收合并或解散的农村中小银行增资40家 其中农商银行有25家 村镇银行有15家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0家 7天的时间之内 你可以看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 银行目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它合并也好 就是吸收也好 或者是遣散也好 其实就是这个银行不行了 对吧 然后在中国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允许银行直接破产 你说党的面子放在哪 对不对 所以找一个大一点的银行 把这个摊子接过来 把这个债务等等全都接过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前段时间就有专家称 中国其实中国整个3000左右家的中小银行 其实已经处在破产的一个状况之中了 有技术性破产的状况之中 那么往下可能这个情况大规模的坍塌 会快速的到来 为什么这个情况这么严重呢 原因有这么几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存钱的话 他也不往中小银行里面存了 他觉得不保险了 是不是 不仅不往中小银行里面存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钱了 没有钱存了 再有就是不仅不往这里面存 反而会做出一个什么动作 就把这些中小银行里面的钱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就是放到大银行里去 这样他才安心 因为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 特别的糟糕 因为过去有太多太多的消息 但凡他可能有点警觉的人 可能都会这么做 这个对于很多中小银行来讲 是雪上加霜 对吧 有人一直说 现在整个中国的存款量 不是在增加吗 但是这个情况不是说很均匀的 大银行在增加 小银行可能是非常的悲惨 这个状况 然后再加上现在降息 是不是 利息也吃不到 然后很多中小银行 它其实就是当地政府的提款机 人家就把这个钱就全都给拿走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还不回来了 你说这个情况得多么的糟糕 小银行就根本就挺不住 所以说很多大银行 它没办法 又在其他的国家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人家谁管你这些小银行 你倒了就倒了 都是私人银行 但在中国的话 党为了他的面子 没办法 就得强制要求一些大银行 来吸收合并 这些小的银行 然后最近其实还有一个事情 可能也会直接间接导致 这些中小银行 就是说被吸收 其实就是破产倒闭 什么事情 就是退禁令这个事情 什么是退禁令 就是6月3号 国务院国资委强调 各央企原则上不得新设收购 新参股各类金融机构 特别是那些对主业服务 较小风险 外依性较大的金融机构 他这个说白了 咱们就直接说重点 他就是不让你再参股 一些中小的银行 然后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大的潮流 就是很多很多央企 把以前投资中小银行 那些资金再往处抽 就把他们的股票往处卖 这个会给中小银行 带来非常大的 这个震动 不仅是银行了 还有些其他的金融机构 带来非常大的震动 那他就害怕了 对不对 那这钱放在那还可以吗 对不对 那很危险的 就把钱全部都抽出来 那这些中小银行 怎么去生活呢 对吧 那好了 大银行把这些中小银行 都吸纳过来了 都合并过来 那大银行就能扛得住吗 是不是 大银行目前现在也是很困难 别看他吸收的存款多 吸收存款都低 贷不出去啊 现在没有人贷款了 不能说没有吧 就是很多人都不贷款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 反过来还得像储户支付利息 你说这压力得有多大呀 压力简直太大了 对吧 也有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大量的存款 带出去 收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 就是按揭贷款 就买房子这些人 对吧 断供的这个情况 就是他们 从银行贷款以后 一般我觉得很多都是 从大银行贷款嘛 贷款以后呢 就是钱还不回来了 按揭贷款不行了 那这一块其实对于很多银行来讲 是最稳定 最高质量贷款 但是现在也不行了 那这些大银行 其实非常非常这个困难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事情吧 都会导致这些大银行很痛苦 而且现在吧 就是说 这个中共啊 不断的给这些大银行 这个施加压力 让他们支持地方政府啊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事情 以前也说了很多 这里面就不讲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再让他们去吸纳这些小银行 那这些小银行进来了 说白了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承担他们的债务嘛 对不对 把他们的债务承担起来 然后让这些小银行 不要出现挤兑的这样的情况 那就使整个这个金融系统啊 雪上加霜就是这样 那你说这些大银行 再列吸纳这成百上千的小银行 他也吸纳不了啊 对不对 那里面得有多少窟窿 得有多少债务 想想之非常非常这个可怕 但是现在中国也没有什么 中共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最终最后把中国的这个财户 一直讲银行里还有点钱 就是大银行里面 然后就是这个外汇管理局 有一点美元 有点外汇 基本上是这这两块哈 外汇咱们再不说 就现在整个中共就盯着 这个大银行里这些钱 就想想方设法的 把这些钱掏空呢 我觉得也不是说掏空 就没有办法 只能靠这了 对不对 那咱们就慢慢看 整个这个银行 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整个全中国的财富 在快速蒸发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中共 他看着这些大银行里的这些钱 他也想尽办法 去用这些钱 这些钱最终也很快 就容易被蒸干 到那个时候 会怎么一个情况了 很难想 而且现在把这些小银行 被吸收也好 合并也好 遣散也好 又有大量的员工失业 这些在银行工作的人 以前都被视为铁饭碗 或者金饭碗 银行工作是不是 现在可能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的情况 总之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情况 就业也好 房地产也好 土地财政也好 等等 包括金融系统 开始也出现大规模的震荡 所有的这一切 全部都一起开始了 我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没有什么好消息 天天全都是这些问题 所以希望各位 如果在中共大陆 大家真的做好心理准备 在未来 不知道还会再发生什么样的 就让人非常惊心的这样的事情 整体的这一集就先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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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